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Hello 在這個影片我不是講投資 有些投資者 特別我做最近的Facebook Live 看到我是瘦了 有些人可能知道 去年lockdown的時候 我不是做很多exercise 因為lockdown 現在蘇格蘭還是lockdown 現在開始的天氣又好些 所以現在出去在我家附近散步 其實我是真的瘦了 不是因為plant-based 不是plant-based diet 那我為什麼要做這個video呢 就是不是講投資 不過如果我是有一件事 我很多東西我自己試的 我自己self experiment 我試到如果對我有benefit 對多些人有benefit 我就想跟大家share 所以其實這個video是講 我其實想lose the weight ok 因為我們每個人去到這個age 有些你們聽日年輕 可能覺得不太care 我52歲 我想還可以 怎樣說 還可以fit 是健康 因為有錢 沒有健康 沒有精神 是沒有用的 ok 因為是holistic 一點的 對不對 我們 其實我由去年 3月那時候 開始吃些plant-based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吃多些菜 吃多些菜 水果 吃少些肉 麵包 那些東西 那就發覺 個人是精神了 不過呢 我另外一個objective 就是想lose the weight ok 但這件事沒有發生 沒有發生到 那我現在呢 是68.5kg 我去年這個時間呢 應該我沒有什麼 量度自己 不過應該是75kg ok 但最近這兩個月呢 我轉了 ok 我轉了 那不是一個diet 是一個lifestyle 最重要是你記得 diet是don't work的 因為要升 但我呢 就發現呢 就是怎麼說呢 plant-based都沒有用 因為為什麼呢 我還吃飯 那其實呢 要減肥呢 就要剪掉那個糖 糖分 還有那些麵粉的東西 就不是 還有呢 我introduce 了 fasting ok if 那我其實以前 兩年前左右 兩三年前呢 我 是試過 if 是work的 不過我覺得很tough 那個 if intermittent fasting 那我兩年前 我現在看回 有時 就是看回 我兩年前 二零 兩年多前 2018年呢 回到香港 三年前呢 如果是這樣算 就 看自己這麼瘦的 那時候是if 那時候是68kg 我那時候 我現在呢 去回 我現在的褲帶呢 就是 索多個圈 我現在知道是怎樣 我可以繼續這個 fasting 因為呢 是不會 我不會餓的 因為我知道呢 原來很多人呢 以為呢 那個 weight 是因為calories 就是 吃少些calorie 做多些exercise burn多些calorie 就很簡單 那 做一下呢 做幾個月左右 跟著那個willpower呢 就越來越難了 因為越來越餓 我都試過 越來越餓 跟著又吃東西 那就 就又重了 這次呢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我有個concept 就是 好像呢 我是一個sugar burner 我現在是 轉了 我的身體轉了型 轉了是一個fat burner 那怎麼做呢 就是 原來呢 我們人呢 有個荷爾蒙 叫做insulin 每次你吃點東西 吃飯啊 我很喜歡吃飯 我飯桶來外 我以前吃兩碗 還有我現在 就是我 我未做之前 都吃一碗的 現在呢 可能有時候不吃飯 或者吃少住 那 其實呢 他每次吃點東西 好像飯那樣呢 那個pancreas sorry 我中文不知道叫什麼 pancreas 就出一件東西叫insulin 這個insulin呢 就會 break down 這個食物 跟著 推那些糖 進去我們的 肌肉那裏 就是給我們 energy 如果我們吃了這麼多年 因為我五十幾歲 我吃了幾十年飯 原來我的insulin 的resistance 是很高 什麼位置很高呢 就是要出很多insulin 我才退到 好像那個導友那樣 要吸多些毒 才有同一個high ok 如果那個insulin 是高呢 我的身體 就不會用肥油 ok 不會用肥油去burn我自己 就是說 如果我 當然啦 如果你要減肥呢 就是你要用多些calorie 吃少一點 就是入少一點calorie 多一點calorie 就是燒多一點calorie 那你本身的人呢 都燒千幾個calorie 就是我的 我的心跳啊 我的腦啊 是不是 你知道我用這麼多東西 我用很多腦 那些東西呢 都會burn的 ok exercise 是不會令到你受的 我現在都做exercise 像現在這樣出去逛一下 散步 但是不會說 想著啊 出去跑 跑完呢 就消幾百個calorie 不會 因為呢 你吃 如果你要減肥呢 吃東西是最重要的 做exercise exercise 有其他好處 ok 有其他好處 但是減肥呢 就不 只是靠 太耳賴exercise 是很難做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發覺我做完exercise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做過 就是逐劇力的exercise 跟著很想吃東西的 其實你可能燒了三四百 跟著呢 你吃個麵包 吃點東西啊 那些東西呢 跟著呢 就吃了五百 就很容易呢 很容易呢 又加上去 你明白嗎 這樣呢 就沒有效的 其實那個 net loss來的 每次呢 做完運動呢 做得很吃力的 可能burn了三四百 那你們有些人呢 做開運動 你明白我說什麼的了 很開胃的 很開胃的 很開胃 因為那個身體呢 他出了一些荷爾蒙 說你 喂 要補回一些東西給我 所以呢 fundamentally 我們要轉了那個 身體那個 insulin那樣東西 要令到它呢 沒有那麼 insulin resistance 那怎麼做呢 就是fasting 那個fasting那裡呢 就令到它呢 就是我 現在我fasting呢 就 一天吃 就是 那個其實 天天呢 都在節食著 那個 intermittent fasting 是四個小時 或者六個小時 的window吃東西 我早餐一定不吃的了 早餐一定不吃的 喝杯咖啡 放些油下去 放些coconut oil下去 或者我們拿些叫mct 這樣就ok 因為這樣呢 那些油呢 那些fat呢 不會令到那個insulin 記得是insulin 不是calorie 那insulin呢 不會shook up ok 那呢 因為它沒有糖分 沒有成的嘛 ok 我放少許奶 奶都有糖分的 ok 那 我呢 就變成了 我不吃 不吃lunch ok lunch或者兩點才吃 跟著晚上吃六點 那就是六個小時 跟著中間呢 沒有什麼sniper 最多是水果 又吃少了 那變成呢 現在呢 就輕了很多了 ok 現在是六 就是我又開始 做這件事 兩個月前呢 是74kg 左右 現在呢 是68.5kg 那我還想 還想繼續去到 65kg 那就是我現在 告訴你們 因為第一 accountable 第二呢 我經常都說 如果有什麼好東西呢 我想跟大家share 那這個video呢 不是細節說 我不是什麼專家 只不過我講回我自己的experience 什麼work 什麼不work ok 那有些人覺得我好瘦 為什麼要 還要減肥呢 其實是因為呢 我不想 就好像我爸爸那些 那些 還吃藥 他八十幾歲 很多藥吃 一個是高血壓 一個是高膽固醇 一個是高膽固醇 我不想有 他們說什麼 三高 我們香港人說三高 我沒有啊 一個高 我也不想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想是drug free 因為呢 醫生呢 我有高膽固醇 我在香港那時候 你當是二十年左右 去控制這件事 控制不了 就是用我的diet 我一直都不是很肥的 我看回照片 一直都是ok的 都是七十幾kg 這樣 最重最重就是78kg ok 最重是32kg 就是78kg 然後32寸腰 這樣 現在我是28寸腰 ok 那 就發覺 不是太重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幾年前 就在這裡的醫生 就去驗過 然後他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高 就說 可能是genetics 可能是你的基因 我爸爸又很遲才有 我媽媽又沒有 變成基因 多餘 他們解釋不了 就說基因 所以 醫生就說 你都整二十年 都搞不定 你記得 我三十歲的時候 在香港有的 他就說 我推薦你要吃 symphastatin 你們有些人 我想聽著我 都聽過 statin ok 去增加膽固醇 那 就 吃 不過吃到我抽筋 ok 那 我就現在沒有吃的 我自己自己 自己自己 自己自己 我沒有吃的 那我其實就想 lock down打後 lock down打後 因為我現在減了很厲害 我醫生沒見過我 我就想去做一些blood test 那些 就 prove到 我的膽固醇 是 我 是另外一個video 才可能講 有好的膽固醇 有不好的膽固醇 那 我希望呢 好的膽固醇 是跌了 好的膽固醇 那高血壓呢 他又給我一些 又給我一些藥 我吃 那我現在又是沒有吃 ok 那我 可能那個膽固醇 sorry 那個高血壓呢 應該是和 和stress有關 我過馬路要小心 不要撞死自己 那可能和我 我做事是 passionate 應該這樣說 我是 很喜歡做我現在做的事 因為我自己的future 又幫很多人 給自己很多pressure 可能不懂得休息 ok anyway I don't know 又可能是那個age 那我現在又沒有 沒有吃medication 又沒有高膽 高信 那全部 是我的lifestyle 我改了 我吃東西 那樣東西 所以 that's why 和你們share 如果你們呢 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們自己都試著 這些東西 你 或者大家share一下 沒有沒有 因為這些是real life的experiences 是嗎 因為我知道減肥是不容易的 就像發達一樣 不容易的 很多人 發達 好像我說的 wealth mindset那裡 很簡單 是不是 洗少些 是不是 洗少些 賺多些 誰不懂的 減肥 吃少些 做多些exercise 如果是這麼簡單 就沒有肥人 這個世界 OK 我不是說 我descript 就是好像 肥人 因為每個人都要 control 他的 那個 怎麼說 lifestyle factor 現在很多 這些 modern的病 其實他是 那些藥廠 其實很想來吃藥 老實說 如果我是Pfizer 我是Pfizer 我是 我是 Welcome Glaxo Welcome 那些大藥廠 是不是 他 他幹嘛要告訴你 這麼容易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 你吃食物而已 不要吃那麼多糖 不要吃那麼多 什麼 教你怎麼做一個fat burner 我為什麼現在瘦了 是因為我convert了身體 用了兩個月 就是convert到fat burner 如果 這些東西 每個人都知道 他就沒有人吃他的藥 現在醫生都不認識的 我醫生都obese的 我醫生都肥的 OK 他都不建議我吃的 他都不建議我現在做 自己的self experiment 我自己做self experiment 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他做醫生不行 因為他醫生他有cadline 你都20年了 高膽告信 你應該要吃高膽告信的藥 我不吃了 我不吃你的藥 一吃到我抽筋的 還有你吃任何藥 都有side effect 我都是要control 我的lifestyle 我現在自從我用了 這個intermittent fasting 每天都intermittent fasting 我遲些達到我65kg 我就可能做5-2 你們明白5-2 5天可能正常 2天是fasting 去調整 或者我倒回5-2 5 因為我這麼喜歡 fasting 可能是5天 2天是吃東西正常 weekend是吃東西正常 這樣就可以維持自己的weight 因為我做完很多energy 我個人輕了很多energy 不累的 我真的每天睡5-6個小時 你們可能不太相信 我又做這麼多天 我就知道有些投資者 我有時覺得他們 哇 你們沒有什麼精神沒有性 我就想著share這個video 但是 我現在不是一樣東西 就是想著和我的女兒 因為今年回不了了 下一年 在香港跑馬拉松 OK just to prove it 就是說 54歲都還可以去跑馬拉松 我又沒有training 沒有性 但是我相信 我當然不會太快 例如6個小時 剛剛好 我記得好像 Glasgow sorry 香港的馬拉松 是6個小時的 我相信我6個小時是跑的 我現在 就是要少少training 是跑的 這件事是一個target 給自己 還有我想可能 要想一下有什麼 要有個籌款的 怎麼說 有些fondraising 我要想一下 才 怎麼說 push自己 motivate 自己去做那件事 OK 我這個video 講了很多東西 不是投資的東西 只不過share 一下 life experience 如果你們想了解多些 我的lifestyle 就是吃東西那方面 和我怎樣減了那個 那個weight 和我怎樣有這麼多energy 你們找我 無所謂的 我想多些人 如果我不share出來 就是我沒有做到我的 我的job 因為這件事是真的benefit我的 我不感覺到自己是 是怎樣 overwork 就是現在這個new diet new lifestyle 真的給自己很多energy 就這樣